好,今天是11月2號,然後現在是9點半左右 剛剛索尼片商寄來了摩比斯的最新預告 摩比斯就是蜘蛛人裡面的一個反派,他叫摩比斯 那讓我們看一下最新的預告吧 有點期待 喔,漫威全棋喔 唉唷 生氣到一個島 應該是... 對,摩比斯要被進化或是改造 嗯哼 然後他檢查前面就換一遍 然後蝙蝠就出來 他應該... 對,因為這個上次預告有 很像跟惡魔交換一種靈魂或是那種複合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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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唉真的 太快了 喔 預告那個節奏 欸他不是 反面觀察那個 喔 蜘蛛人 他用猛毒最新宇宙喔 好壯 喔 酷 好酷喔 這功能也太帥了吧 技能啦 這技能好帥喔 喔 好酷喔 這功能也太帥了吧 技能啦 這技能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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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那 你救我 是要痛快 蒸岸 ım 洪必 屁啦 騙人家是猛毒 2022年的1月26週三 然後全球就是會上映 對台灣上映時間是這樣 今天是一個預告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剛剛放慢的話 其實是可以看到 剛剛有看到那個什麼 米高基頓 所以他的時間線應該 不能講時間線 他的那個宇宙應該就是跟 索尼的資助人算是同一個宇宙 這部分我們在猛毒2之後 就大概知道 然後另外還有剛剛那個牆面 的那個蜘蛛人 仔細看的話 應該是那個逃比的 就是最早期的那個蜘蛛人 對啊 所以這個時間線有趣了 總不可能那個 塗鴉師剛好隨便畫吧 他說的舊金山事件 舊金山事件是哪一件啊 知道的可以底下留言一下 舊金山是哪一件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暴色 那個暴色是同一間 我是覺得蠻酷的耶 而且 這個預告也直接把這超級英雄能力找出來 應該很多人看了 預告就覺得蠻有趣的 想認識一下 摩比斯這個角色 好 那這就是這一次的一個 預告反應啦 有一點點的小驚喜 就是像我剛剛所說的 米高吉頓或是看到蜘蛛人的那個背板 當然也有好笑一點 就是最後他騙別人說他是猛毒嘛 哎呀 開始有點期待期待了 為了12月的蜘蛛人 吳嘉莉那個超大的多床 就在浮沉的感覺 明年1月 哎好快喔 12月看完之後可以 1月又來看 每個月都有漫威 酷喔 那你有看摩比斯的預告嗎 還是有什麼不一樣想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小鈴鐺按下去 可以提醒我新影片 追蹤IG可以看到更多生活的話去 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 喜歡的話請記得幫我喜歡 那我們Cookie Time 下次見啦 See you